联盟大事,场外风云,白话美之篮,一起聊个球,我是老白 7月8日,休赛期的勇士并没有什么很好的补强 球队除了引进迪温秦佐之外,目前还没有实质性的补强计划 而球队还流失了小佩顿,波特等一些冠军球员 而勇士的管理层,下个赛季的希望不是寄托在自由市场 而是在自己队内天赋的挖掘 所以金州勇士即将迎来他们的关键夏季联赛 拉斯维加斯夏季联赛 这次联赛当中勇士队的大批王牌主力都将登场 库明佳,努迪,怀斯曼 这些都是跟着勇士拿到总冠军的球员 而他们都会出现在本次联赛上 同时勇士队的主教练马来莱拉在最新一期采访时公开表示了 要在夏季联赛培养库明佳的控球能力 看来勇士或许已经做好了 让他顶替大卧底追梦格林的准备 而勇士下个赛季的前景 几乎就要在库明佳与怀斯曼这两个球员身上 根据报道 勇士助教马来莱拉谈到了无位置篮球的话题 他表示 库明佳能打2号位 3号位 4号位 甚至包括5号位 并称库明佳可以成长为5号位控球手 新秀赛季克尔就多次把库明佳顶到5号位的位置上面 随着格林逐年的下滑 心思也不在球场上面 如今的库明佳确实是替代格林最有前置的球员 从勇士的培养方向来看 库明佳有点偏向字母哥的方向发展 除了身体素质之外 孔 船 投篮都是球队培养的方向 根据勇士队内休赛期的消息 库明佳如今又上升了一个层次 勇士下个赛季想要继续冲击冠军 那么库明佳等年轻球员一定要打出自己的顺位天赋出来 这样勇士才有可能冲出西部 而现在勇士阵容 只有格林在勇士队就是能从二打到五的 至少在防守端就是如此 他在总决赛上负责防对面的杰伦布朗 这已经是防二号位了 而运球的时候 除了库里剩下的人的运球顺位都是比格林靠后的 就格林能够运球过半场 只有库里要球的时候 格林才会把球给他 其他的人都得看着格林过去 这难道就不是一个差距吗 现在要培养库明佳 又有这样的能力和地位 说白了就是在取代格林 一个是四号位位之上的控球点 那么还有一个是运球进攻能力 如果做好这两点 勇士就不用太依赖格林了 总决赛格林的卧底行为 也已经让勇士全队 尤其是球队的高层有点受不了了 他现在已经有点分不清自己的定位 而另外一别 仅有一早 Yahoo记者Chris Haynes报道了 一则关于杜兰特的消息 自从KD申请交易后 我与多位尝试联系他的球星进行了交流 结果是联系不上 电话不接 信息不回 现在的他不与人交流 彻底进入了静默状态 你唯一能看到他走出静默的方式 是他当他逛推特的时候 鉴于消息的报道者为Hayes 身为业内前三的NBA新闻记者 就新闻可信度这一点来说 是比较高的 那么回到Hayes所提到的问题 KD真的自闭了 拦网者哥萨吧 如果是西蒙斯自闭我能理解 是欧文自闭我也能理解 毕竟那俩哥们的思维方式 本身就接近于修仙了 不是啥常规范围 可KD这人吧 他以前也不这样啊 咱就突然自闭了呢 一方面可能是情绪的影响 另一方面是逼迫官吏 曾交易自己的手段 负面情绪一方面来自网友 另一方面来自欧文 阿渡说我是单打王 网友套个零攻势 阿渡说我是两届FMVP 网友套个零攻势 阿渡说我跟勇士哥几个都是好兄弟 网友套个零攻势 这个格林仿佛学历分身 一打开手机人人都是格林 知道还怎么玩吗 另一方面 欧文的行为 欧文在拦网各种骚操作 直接影响到和球队有关的所有人 哈德 傻分 哈登 蔡老板 也包括杜兰特自己 杜兰特也很绝望 身为欧文的好兄弟 他无法干涉欧文任何决定 他能做的只是说上一句 我支持他的一切决定 这里还有一句前台词 如果你不支持 那你他妈就不是好兄弟 但问题在于 队伍是阿渡组建的 日马是阿渡凑的 你对欧文讲义起 就意味着对不起其他人 比方说 花钱养着你们的蔡老板 比方说底信加盟的阿德 傻分 比方说不顾一切 要来打兄弟篮球的三弟 欧文可以不搭理这些人 但杜兵里的负责收拾烂摊子 那心情能好了吗 一体鸡毛 使得阿渡不愿意与外界私下交流 或者说闹到这个地步 他自己也不知道自己究竟想要什么 想要兄弟 想要总冠军 想证明自己 事情太多了 不如彻底封闭自己 长阳在推特的海洋放松一下吧 当然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 为了逼迫蓝网交易自己 近几年 蓝网始终以老实人形象示人 各种拟来顺受 这个修塞期许完全不同了 欧文不是想修仙吗 白白了您嘞 阿渡不是想离队吗 指定下家不可能 只有嫁高者得 这种情况下 阿渡想要离队 且想要指定下家 怎么办 那就只能学习西蒙斯了 西蒙斯担心节律大半个赛季 逼迫费城将其交易 心满意足地来到蓝网 回想一下 现在的阿渡 和当时的西蒙斯 是不是有点像 电话不接 短信不回 彻底封闭自己 当然 现在的阿渡 要比当时的西蒙斯好点 毕竟你还是能看到 阿渡在推特上 与网友对线 可新秀有说有笑 他仅仅是私下里不接电话 不回信息 这意味着阿渡 是在选择性自闭 还没有完全撕破脸 什么叫选择性自闭呢 如果蓝网愿意将自己送去太阳 那就不自闭了 如果不愿意 还是得自闭一会儿 阿渡这个行为要持续多久 目前没人清楚 他会不会学着西蒙斯 故意不打球 我希望他不要这么做 毕竟西蒙斯的下场 我们都看在眼中 名声没了 工资被扣 加盟了他心心念念的蓝网 最后得到的也仅仅是一地鸡毛 我知道看到这里 可能会有很多球迷想吐槽阿渡 但我想说一句 恐怕现在的阿渡也不知道自己想要的究竟是什么 唯一确定了一点是 他对自己的现状不满意 阿渡的态度一直是不满意 那就换 可是从厄城换到荆州 再到布鲁克林 他始终没能明白一个道理 不论换到哪里 总会有不满意的地方 世间哪有十全十美 遇上麻烦 亿万富翁也好 平民百姓也罢 别逃避 日子总得往前过 说不定走着走着 就看到奇迹了呢 想要创造奇迹的人 首先你得相信奇迹 就像去年休赛期 所说着明年没人想碰我们的史蒂芬库里一样 那时候 或许只有库里一人相信奇迹会发生 后来奇迹真的出现了 最后 一则关于欧文交易的消息 据B2记者艾尔克·拼卡斯报道 有消息人士透露 虎人和篮网试图在以欧文 微少为主体的交易中 拿上马斯来形成第三方交易 虎人渴望得到欧文 这不光能加强球队下赛季战力 同时还能作为谈判条件 要求詹姆斯做出续约保证 马斯恰好拥有薪资空间距离下 赛季奢侈税限大概有5700万差距 正好是微少加塔克的价格 且下赛季将摆烂 完全具备吃下垃圾合同的能力 但前提是要给到足够的选秀权 篮网这边可以通过交易 彻底解决欧文的合同问题 另一方面也可以借机处理掉 乔哈里斯的垃圾合同 目前比较有可能形成的交易方案 大概是这样 马斯得到胡人送出的 微少加塔克加2027年首轮 加2029年首轮 胡人得到篮网送出的 博文加乔哈里斯 篮网得到马斯送出的 麦克德莫特加约时 比查德三加博尔特加一个巨额交易特例 倘若未来这三家只要完成交易 合同细节可能会有所改动 但整体架构应该不会有太大改变 但是吧 对于各支球队来说 这个交易方案有可行性 却不够吸引人 就说马斯吧 人家送出纳格萨 个个都算得上还不错的优质合同 按照马斯做交易的脾气 只吃两个首轮 是不是有点不够 再说篮网吧 虽然这笔交易帮篮网解放了空间 且顺便处理掉了欧文和乔哈的合同 甚至还得了个交易特例 但按照篮网现在做交易的意思 他们也想要选秀权 胡人去哪里搞 目前胡人能拿得出手的指射2027 29年的首轮 以及部分次轮 能够满足马斯和篮网两队的胃口吗 至于胡人这边也要考量 欧文加乔哈里斯的合同金额 其实并不比微少加塔克的金额低 最终胡人还是要交大量奢侈税 且付出了2030年前最后的两个首轮签 要知道珍妮早就表现出不愿意交奢侈税 不愿意一次性送走两个千位的想法 因此这项交易方案 看起来有可行性 但真正动起手来 大家会愿意吗 谁做让步 谁多挣心 这就看接下来 各对管理层的谈判能力了 5 6 1 感谢观看